大家好,應該是初一初二,我們的國長陳凡在網址上說 將軍澳這個跨灣大橋頂主橋的部分大約是農曆生日期間 年初五日就會由國內運抵香港 昨天初五日開始收到很多消息 例如新聞有報導 然後有朋友就WhatsApp給Rippy 另外開始Facebook就很多人就傳回他們拍照 看到這個跨橋的部分 甚至昨天Rippy被我夜下班 晚上11點多就坐的士 的士哥哥也有說這個跨橋 引起了全香港一個日本的話題 其實Rippy在農曆新年前後出了兩條片 再介紹這個大橋 也有提及到陳凡局長說 初五會將這條橋抵達香港 今天Rippy做了一個WAP UP 讓大家由頭到尾看看這條橋 在國內生產完的情況 再運到來我們這個張港澳海灣 時事留心即學問 歡迎來到VIPP豬仔頻道 還未訂閱及訂閱我們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好這個其實就是模擬的computer graphics 這條橋起完之後的樣子 小小基本資料很快去介紹一下 整個橋的總長度就是1.8公里 大家看到這個主橋部分200米長 這個拱橋全香港最高最長的鋼拱橋設計 亦都是全香港第一條叫鋼線 又是有汽車單車和行人的橋 整個項目的預算 最初是22億 後來超支 去到56億 等下我們看看新聞也有說這件事 之前VIPP有兩條影片提到 在初三出了一條 在農曆新年前出了一條 大約說單車鋼是怎樣 TOTO是怎樣行車行人 設計是怎樣 其實大家可以去看看 今天就不重複了 今天最主要是去看看 由昨天開始 這個主橋底港開始引起洪洞 有不少媒體開始報道 所以VIPP今天想做個很快的Rail 去看看這條主橋是怎樣煉成的 首先看回我們這張照片 政府拿下來 每三個月有一個大橋的工程施工情況 大家看到這張照片的海灣 右邊是日出康城 橋的位置是紅色的圖 你看到有第二和第四點是橋的位置 特別大的 其實是主橋安放的位置 這個主橋呢 其實全長200米 整個是一個降製的組件 預先已經弄好了 這張照片其實就是早一兩個星期前 WIPP發現有朋友在Facebook留言放了出來 這裏其實就是在上海 長江附近的工廠 主橋其實在工廠裡已經弄好了 整個橋面 然後它有一個雙翼齊飛的設計 兩邊有翼翼半圓形的特別設計 已經弄好了 在海邊推出 右手邊有一個很大的海上平台 放著它 這間製作主橋的工廠 就叫做震華重工 其實這個預製的組件 其實最初就在Facebook那裏分享了一些相片 其實WIPP就拿去跟我們政府發佈的資料 這個完成圖去比較一下 看看是否適合 因為當時其實在Facebook那裏 其實在Facebook那裏 就很少的文字有解釋 只是說鐵橋搞定啦 所以就去有條片 WIPP就介紹一下 還有就去研究一下 譬如它的長度 闊度 究竟像不像我們這個環灣大橋 最後得出的討論結局也是九成次 其實那些相片出了之後兩天 陳凡局長就在他的網址說 這個橋就會運下來香港 大約廣道明 年初五預計就會到香港 即是昨日 今天是初六 當然啦 新聞稿就會有些文字表述一下 這個橋有多麼正 那麼就下回一些credit 這樣吧 那這條大橋其實就會預計 2022年通車 這個主橋部分 就闊九十米 長呢二百米 總重量呢 就去到一萬公噸 那跟著呢 其實就有些相片已經流出來了 就這條橋就放在 剛才所介紹的海上的平台那裏 就好像坐一架船仔那樣 另外呢 就有架船呢 就拖船呢 就像那些拖拉機那樣 就拖整個平台 就連一條橋拖回來 整個呢 由拖船啊 加上這條橋 總長度呢 成四百米 由上海那裏呢 這條橋呢 就現在呢 在大陸那裏呢 走近呢 就運到來香港了 那之前VIPI也有介紹 哇 都在想著 這麼巨型一萬公噸的橋等呢 怎樣可以放上來這個 張光浩南 這個已經建好的橋等上面呢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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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海上的巨型的 其實最多呢 只能釣到四千公噸 那麽呢 就是要多運幾部機來去安裝呢 那麽呢 在陳凡局長的新聞稿呢 都有提到的 那麽其實呢 那麽呢 其實呢 這條橋呢 就重量一萬噸 那麽呢 就需要呢 就需要呢 需要呢 一個特別的技術 就是來用這個浮台呢 就加上呢 就加上呢 潮漲潮退的時間 浮沓直接會慢慢安放上橋面 不是用剛才的巨型海上吊姬 大致上可以看到 整個框大橋近方有兩個橋樓是特別巨型的 這個大橋會放在上面 當然海上吊姬也會幫忙 但不會夠力去吊起整條橋 大約的樣子就是這樣 Wippy 嘗試去繪畫出來 由於局長所說 到年初五 二月十六日 大約早上未到中五時份 就開始有朋友傳出這些照片 你會看到這個橋樓 在剛才所說的海上平台上放在這裡 然後已經來到將關海灣 譬如你看到左邊的樓 最高的三、四頂就是清水彎盤 或者是Oscar或是C 新鴻基的樓盤 然後在左邊一些白色、藍色窗的玻璃幕牆的樓宇 其實就是Monterey 會得風流雨 左邊是張澳南 右邊是康城這邊 其實未到中五時份 這條橋已經遞達了我們張澳南的海灣出現 這是另一幅照片 有朋友跟Rippy 康城這邊看出海灣的情況 看到這個巨型的預設大橋的組件 就是在橋的位置對出的海面 其實Rippy在Facebook上看到朋友也上載了一些影片 我沒有整條片放在這裏 其實這條橋不會定在海那裏 可能有些浪 所以它大約在那個位置 但變相停留在那裏 就好像在跳舞 情況也蠻有趣的 所以就由昨日開始 無論在Facebook或是一些主流的媒體 開始就有報導 到今天也有的 譬如蘋果也有即時報導 它的話題會比較寬 它看到超資34億到56億 最初其實就是想著22億就搞定 香港的項目也知道 不知有哪些是不超資 香港電台也有報導 你看到它的標題就會簡約一點 另外一份主流媒體 01香港也有介紹 跟蘋果不同 蘋果有短一點的影片 01有展示多些相片 Wippy在這裡借了他們幾個媒體的相片 就分享一下這條橋現在的情況 例如這張照片 其實就是在港道那邊 看回來我們將軍澳 最左邊那裡很大排樓 其實就是圍景灣本 然後圍景灣本 再稍微一排 六座的樓就是將軍澳中心 你看到大橋就向著 這個大橋的造件 就向著張光路隧道的外面 橋樓的附近就在盤旋 這張照片就再放大一點 就好像在圍景灣本的對出 所以今年由農曆年前後 開始討論大橋的消息 跟著 其實有一段影片 就一直有朋友留言 有些朋友問Wippy的相片給我找 之後就越來越多在Facebook分享 不需要特別在哪裡找 Facebook就有了 跟著到年初二、初三有新聞稿出 然後到昨天初五就最熱鬧了 很多朋友在Facebook留言 拍到不同大橋的相片分享出來 另外有新聞出 甚至不是住張軍澳 或者是康城街坊 都有留意到這麼巨型的海上巨橋項目 就在香港圍廣出現 令到今年這個農曆新年 有一個特別的節目 很多Wippy感受到 很多人在參與 包括很多朋友有留言 尤其是昨天 Wippy一收到照片 就立即在YouTube上 post出來 即使有朋友留言 就讚好 開心見到橋終於雲來 所以整個氣氛令到Wippy覺得 今年的新年 就好像加上W的節目 就與眾不同 好了 那條橋就由國內運來 現在就在張高澳海灣外停泊 在張高澳海灣外停泊 究竟何時才停泊 在這個箱上橋等的位置 但要使用的話 通車就去到2022年 另外有報道 接下來這兩個星期 就會去進行安裝 到時希望Wippy 可以有機會找到 安裝中的資訊 跟大家即時去分享 好了 今集就由頭開始說起 大橋在哪裏整 在哪裏運來 接著運來的情況 這幾天報紙的新聞是甚麼情況 現在的橋拍在哪裏 照片是怎樣 有個由頭到尾的報告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條片 最近多了很多朋友留言 多謝大家 關注、支持和鼓勵 希望大家新年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 這條大橋就可以準時員工 二年 方便大家康城的街坊 張君澳居民使用 大大改善 我們這個張君澳交通的情況 如果大家想去看之前討論的片段 可以來回VP頻道 再去選Paylist 有個Paylist 將之前有討論過 框大橋、藍田隧道、六個幹線 基本資料 以及之前研究過的討論內容 都在Paylist 上都有 當然如果想看最新的關於框大橋內容 VP 下一次有資料 就會放片放上來Youtube 放在Paylist 又或者呢 歡迎你加入VP的Facebook Group 會將一些最新的影片 用Time Sequence 形式放在這裡 方便大家如果是對時間敏感的資料 就可以用回這個群組裡的分享 去找回相對的資料 做參考 去看 還未訂閱我們VP豬仔頻道的朋友 記得趕快點訂閱 多謝各位 以示威說的 又以示威說的 對比賽的頻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